小豬银行抢案 小豬银行抢案 抢钱啊 有人抢钱啊 谁来帮帮我啊 小豬别跑 别跑 好痛啊 跑不掉了吧 快把钱交出来 可恶 那我只好不客气了 警察先生你看 没有我什么都没拿 你身上有一捆报纸 一串钥匙 几枚钱币 怎么会这样啊 真的是他 我没有看错 怎么会这样呢 喂 不好了 朱探长 我们需要你的帮忙 好 华生 我们出发 探长 伙计阿姨的钱被抢 我们抓到抢匪 可是在他身上 却找不到钞票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 你一路追他 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 奇怪的事 那我想想 这个抢匪 茫茫壮壮 撞到了两个路人 我等一下还要去看看 他们有没有受伤 你说 撞到两个人 嗯 华生 探长 我知道了 小队长 请你带我们去找这两个人 仔细看一看 用心想一想 你好 你是小猪银行抢案的募集证人 对啊 那时候我骑脚踏车 从巷子出来 刚好跟抢匪撞上 好痛啊 你是道森国际学校的学生 学校跟小猪银行在不同区域 发生强案时 是在上课时间 那个时间点 你应该去学校才对 那是 那是因为 听小队长说 你当时骑得很快 到巷口都没有减速 是什么事情这么紧急呢 我 我跟朋友约好了 什么朋友呢 关你什么事啊 我才不要告诉你了 嗯 山羊先生您好 你今天没被撞伤吧 没 山羊先生 你也快坐下吧 不用忙着招呼我们 对 我们只是来问几个问题 你坐 你坐 我来帮你收拾就好 山羊先生 你平常都一个人出门吗 没 我眼睛看不到 平常很少出门的 今天是刚好要去小猪银行办点事 没想到就遇到抢案 哦 是这样啊 嗯 各位小侦探们 你们猜到了吗 仔细看一看 用心想一想 啊哈 闲犯就是他 我想火鸡阿姨的钱 就藏在他家里 猪探长 快告诉我们 钱在哪里 我辛辛苦苦存的钱啊 你们没有在我身上找到钱 就表示不是我抢的啊 火鸡阿姨指认你 从他手中把钱抢走 现在没有在你身上找到钱 只是证明一件事 嗯 我可以回家了 哦哦哦哦 是你有同伙 同伙 谁是他的同伙啊 我觉得女学生最有嫌疑 因为女学生说不出自己在上课时间 匆匆忙忙要去哪儿 只有老山羊先生 你最没有嫌疑 探长 要不要让他先回家休息啊 恐怕不行哦 为什么 因为抢匪的同伙就是你 山羊先生 什么 探长 你说 我吗 探长 你不能这样啦 山羊先生看不到耶 哦 是吗 如果你是盲人 为什么你家的灯光全部都打开呢 那 那 那是因为听说你要来 我赶快把灯打开啊 这样啊 华生 啊 你在老山羊家里 帮忙收拾客厅的时候 桌上放了什么呢 报纸 你看不到 为什么会看报纸 这 我买报纸是来店店东西 谁说买报纸就是拿来看的啊 你说的也没错 但是你可能也没想到 强匪身上竟然有跟你同一天的同一份报纸 你家里有头版 他身上的是第二版 这又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那天你们相撞的时候 你就用你身上的报纸 和强匪身上的钞票调包了 我想你应该可以把钞票拿出来了 完蛋了 因为他是最厉害的猪探长